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敬请关注 在这些板块当中将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精彩 好 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今天早上刘家勇和另外一位老板沐妍 参与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老板职业体验揭秘的第一个工作任务 就是他们俩早上在99米的高空做了一次蜘蛛人 就是我们经常所见到的高层建筑的墙外清洗 非常危险 但是他们俩参与了第一次 此外呢 这个曾华和陈浩作为助威团 见证了他们这一次职业体验 我们先为刘家勇和慕妍鼓掌 因为他们本可以不参加这样的体验 但是他们参与了 而且认真的完成 说下感受没 确实这次参加过蜘蛛人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 让我们更加知道每一份工作得来的是多么的不容易 大家想象不到在零度左右 在一百米左右的高空 你悬着外边插着玻璃 看着玻璃内的人喝着咖啡那种感觉 心里一定是有很多的感慨的 所以我衷心希望各位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中 珍惜每一份工作 珍惜每一个行业的专业 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所有的老板 要体现我们的专业度 重视每一个选手的专业 来开出合适的工资 就是以后刘家勇再也不会任性了 对于每一个求职者 他都会开出相对于客观的薪酬 也不会像原来一样为了赢 所以我就想出高架 所以说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在那说 最应该去的就应该是梅向荣跟张扬 张扬你敢去吗 可以啊 对不起没有那个绳子 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从小到大可能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比较多 然后在他们的眼中 我就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太好的人 就遇事很容易紧张 但是同学之间他们教对我一些事情 或者是托过我办的一些事情 我还是能够比较好的去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靠谱 然后比较老实的人 赵兰女21岁辽宁人北京化工大学 应用化学专业 最近的12位老板 3位HR专家 土雷老师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赵兰 今年21岁 就读于北京化工大学 英勇化学专业 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从小到大 很多人都用乖乖女这个词形容过我 觉得我有点没守成规 寻规蹈矩 但是在我看来 乖乖女这个词 正说明了我的工作能力 学习能力和执行能力 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没有其他求职者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是我相信 在一张白纸上 也可以画出美丽的图案 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想寻求一份 和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好 这样您特别的高兴 我奶奶特别喜欢您 你奶奶 谢谢你奶奶 就是她一直觉得您 就是讲话特别犀利 然后也特别有风度 有风度啊 我是最没风度的 乖乖女一般有三个特质 第一晚上八点钟准时回家 第二不谈男朋友 第三从来不去酒吧 这三点你做得到吗 我做到了 真的 真的 人生太痛苦了 八点钟真的准时回家 我经常 怎么说呢 就是还暑假的时候 一般是不会外出和朋友一起聚会 一起玩的 那你八点以后睡觉啊 我八点以后装作睡觉 装作睡觉 实际上在干什么 实际上在玩游戏啊 或者聊天啊 反正就是 那你也是装作假乖 但是 但是就是父母说的很多事情 我基本上都是按照他们的意愿 然后当然就是他们也是为我好嘛 所以说我也是很愿意这么去做 也确实没谈男朋友 对 那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专业是 也是父母安排的吗 当时因为自己对大学的各种专业没有太多的了解 只是想说 只是想说寻找一个我还比较喜欢 然后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专业 那学完了以后觉得喜欢吗 并不是很适合我 并不是很适合 也就是说你活到21岁 没有一件事自己做主的 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吗 你看男朋友你也没有 是吧 专业也不是很喜欢 本来八点钟是想出去 结果憋在房间里边 假装是一个乖乖女 你好像活得很不自由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一件我很喜欢 然后我也愿意为此努力的一件事 就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做主的 是吗 对 来吧 我们这样面对着镜头 面对着你的父母 面对着你的奶奶 我们来一次成人礼好不好 虽然成人礼一般都是18岁 我们推迟了三年 21岁也没关系 让所有的老板见证一下 从今天开始 我的事情我做主 来一次成人礼宣誓好吗 好 来面对着镜头 亲爱的奶奶爸爸妈妈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而且已经登上了这个舞台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从今天开始 我想跟你们说 我的事情我做主 真的啊 真的 你大四毕业了没有 我现在还在读大四明年 什么时候能就职啊 现在是想找一份实习的工作 实习工作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薪资2500到3000就够了 那倒是不高 市场运营你干过吗 我没干过 我做过一份实习是销售类的工作 那你了解的市场运营是干什么呢 我了解的市场运营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推出一款产品 要对市场的形式进行分析 包括整合一些数据 然后从而提出一个要推出这个产品的方案 他说得出一点道道 跟以往的一些应届毕业生还不一样 他说出一点道道 2500到3000有没有地域限制 最好在北京 实习期间最好在北京 你父母在哪 我父母在河北 他允许你来北京 我在北京上大学 别的地方考不考虑 别的地方正式工作的话都考虑 正式工作都考虑 对 赵兰有个问题 你谦虚开2500我们认可 但是不认可的地方是 你是一个211大学毕业的 对吧 对 你应该知道自己正常的市场价格 多少 态度归态度 211的市场价格 211985 实习期间差不多 如果他那个未来走上公共岗位 他毕业了 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劳动力了 那么应届列伤4500 5000 这个我这样 我说个实际数字 我们从北方交大 然后从化工大学 就你的师哥师姐们 你们这样的学校 我们给实习工资 不会低于4000的 像对卫经贸大学 我们还是3500 只是实习啊 这个事人家自己定 人家说了今天的事自己做主 刚才三位人力专家说 你开的这个公司 相对于市场价格来说 还算是趋平 但是陈浩觉得你不值这个价 你要不要做调整 我不调整 因为我觉得只要到了一个 我喜欢的企业 就是2500是我的底薪嘛 我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轮选择取货雷 天生我有财 赵兰的职场考题 假如你是一个花店的老板 情人节你进了许多的玫瑰花 但是在这一天你没有卖完 那么在第二天 你怎样才能够把剩下的玫瑰花 处理掉 我可能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先感受一下 看能不能卖出去 如果是可能没有卖出去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你买多少 然后我再送多少 或者是我会 反正促销把它低价处理掉 对 是这意思吗 没有别的想法了吗 我还有可能 比如说我是花店老板的话 可能我这个店里面会有一些 长期的顾客 我有可能会 比如说给这些顾客打电话 感谢您对我们花店的支持 然后我可能会 比如说他没有来买的话 可能会做一些赠送 你们有没有别的想法 我有一个比较有一次想法 就是要男性来买单 单身男性全价购买 然后把你的微信 你的名字留在里边 卡片里边 女生免费领取 那么女生领到这个花之后 打开之后 等于是个陌生人社交 那我如果我想 关心这个人背后是谁 我就加他微信 这个男生又获得了一个 认识女性的机会 男性免费 女性付费 就你那花店改成了 相亲店呗 还有更好的招吗 这个当中如果讲实战性 就是在于怎么样 把这个产品迅速的卖出去 其实最容易去挖掘的是 他原来买过玫瑰花的这批人 就是昨天是用玫瑰 成功的这批 再来去买 那么我们再给他一个附加 除了玫瑰以外 再附加一个别的什么东西 然后给昨天送玫瑰成功的人 增加他的重复购买 可能会更快一点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的主要考察的你是 其实题面上是个销售策略 但是看你在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花第一天还是鲜艳的 欲滴的 然后很好销售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 你要再收回成本 和你的这个效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但他的这个处理方式还相对于传统 比较传统 对 也难怪应接毕业生嘛 他还没收到过呢 对 能理解 对 那么其他的岗文艺考不考虑 只要不是销售类的 我都可以 为什么这么抵触销售啊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段销售嘛 然后觉得销售类的工作 可能并不是很稍微 我们尝试一下销售行不行 咱们现在就把一朵花 菊花 卖给陈浩 陈董您好 亲人节 你好 陈董您好 请问您今天是要过节吗 今天是什么节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啊 我都结婚了 不过情人节 可是您可以买一束花 送给您的夫人 也对 老婆也可以当情人是吧 对啊 行 那就定999多玫瑰吧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玫瑰花暂时没有了 是这样就是 玫瑰花没有 情人节你不卖玫瑰花 你卖什么 其实不光是玫瑰可以表达爱意吗 那我这有一大树菊花 菊花 保安 洪总 有谁可以挑战一下这个考题 还是麦给陈浩是不是 对 好嘞 你好浩总 今天是情人节 然后就是我有看到您结婚已经很久了 所以有没有想买花的需求 我想定999多玫瑰 但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跟您分享 因为我们店呢 有大概相近来一批新的 从国外进来的菊花 而这个菊花已经不是传统的 好像是我们在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菊花象征着婚姻的绽放 有它花朵很鲜艳 放在家里面 可以陪衬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场景 其实玫瑰它很 它是美 但它很容易衰败 但我相信 其实菊花它象征着您的婚姻 您的视野发展这么好 所以菊花可以非常地 所以你是来咒我的是吧 不是不是 小伙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我来 你知不知道我来点凌一下 我来 这里有一个关键 不 我来这里点凌一下 重好 我来卖给你 这里虽然没有玫瑰了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最新的品种 每年只产十足的 叫黄色妖姬 过去是在因果王室 是吧 专门卖给 是 这个品种你以前没见过的 它实际上是最最珍贵的人的 大概以前只知道蓝色妖姬 这不就是菊花吗 卡基不许 这个叫卡基 这大骗子 拿菊花蒙我 黄色妖姬 你也该能骗了 这个不是菊花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简单的事情 非常成功 你已经过了您那种疯狂 和这种张扬这种时节 我懂了 就不送了呗 好 现在呢 你过节的时候仍旧要有花 要有生命来代表你的整个家庭的一种感受和自然和一种旺盛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用一种收的感觉 陶渊明说菊花代表着影视 代表着禅意 代表着深邃 那么道胜和夫也说菊花其实代表着一种企业家的至高境界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买了这束花 你在所有菊女的老板里面 就是最有深度的企业家 好了好了好了 不卖花了 这里头啊 就李浩阳这个包装啊 就是还算可以啊 还算不错 我还说不出什么太大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女生啊 不太动脑筋 她始终还就是那两老几套 你哪怕是稍微动点脑筋 哪怕离谱一点 算是一种主意 但你一点脑筋都不动的话 你真的做市场营销 可能太木讷了一些 对吧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她不够灵活 她永远都停留在题面上 乖乖女吗 对没错 菊花这条题 其实徒劳儿给你出的挺好的 春菊二月十四号是初春 春菊是什么意思 春菊的花语是对爱情的占卜 是生死相随 难道陈浩总不想生死相随吗 和他拍摄 一定会的 赵兰是个乖乖女 本身我们还挺喜欢她的 但是我觉得她身上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她缺乏明显的亮点 没有营销的创意 也缺乏最基本的营销能力 既然市场营销不适合 还有什么推荐吗 如果按照你的性格来讲 我觉得你做那种文质的工作 可能会更加适合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上一家工作的话 在挥玉之药的话 因为这个是一个500强的企业 这个说明他们选人的标准 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你具备一定的数值 其实我觉得你这种性格 反而去做了销售的话 应该去挑战一下 对 反而可以叫你 可以发现不同的你自己 还好2500元一个月做实习 还算是一种体验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获了 还有酒盏灯 来 无愿营销是一个专门做营销咨询的公司 然后我给你留的岗位 是我们项目部的文案工作 我给你一个我们这个运营港的 一个实习生的一个岗位 是负责我们一套互联网餐厅的用户运营 那个斯凯乐给你留的岗位 是加盟中心的运营助理 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业务部门做一个助理 今天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市场运营助理 工作店在北京 我就给你一个全方位 都能接触的这个岗位 就是我们优胜教育 这个加盟联绍事业部的 实习的市场这个专员 我们工厂是做食品的 我希望你来我们工厂的研发部门 我觉得能更好地用到你的专业 那优胜给你提供的是一个运营港 因为我觉得以你乖乖女的性格 其实我觉得你更适合 做一份基础运营的工作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行政 我们没有摸医院呢 给你的工作岗位 是我们的行政专员 先做办公室主任的助理 灭掉七盏留下两盏 谈前不上感情 你觉得要是你爸妈选 会选哪两家 其实当初我来的时候 就是加连对我也有一个目标嘛 就是优胜教育和咖啡之一 我就知道 你爸妈肯定选他 你奶奶肯定选我 你爸妈还是很靠谱的 实习期按天给 来请接下来 好 一百五 两百 这个新丑你应该是满意的 都超过了你的预期了 很满意 对吧 来 把另外施展灯亮 有没有薪资超过一两百的呢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你为什么只加二十啊 你看Coleman的主 不是 因为他们说两百五不好听 没事 两百六 你给两百八呗 两百八也行啊 两百三十八也行 对 那就两百三十八吧 二一一吧 他是二一一学校的嘛 好 他给出的理由是说 觉得两百差不多 但为了赢多加二十 是的 你可以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尹峰代替 这两位男士中的某一位 你的决定是 取代一桃吧 取代一桃 好 请尹峰荣耀登场 你说一下你的岗位 是什么岗位 是自由意系列的营运助理 输出方向 第一个是市场 你不是想做营销吗 其实自由意本来就是为年轻的 大学生创业者准备的项目 非常的90后 而且为了自由意 我们还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和营销团队 像你这样认真优秀孩子 以后成为自由意的一个运营干部 是非常容易和有可能的 我还有信心 考虑十秒做出最后的选择 咖啡之意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意 我刚刚的表现可能有一些平淡 然后没有体现出我的个人特色 那么我相信我在咖啡之意工作的这段时间 我的个人能力会逐步地得到展现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自控力差 基因力不好 然后以自我为中心 那是曾经的我 不是现在和未来的我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我走得很慢 但是我重过后头 现在当下的问题 那就是先把自己的 有那个自身的一定的能力过后 才会跟着工商走 张帆 男 29岁 贵州人 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嗨 大家好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和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以及HR 嘉宾你们好 我叫张帆 来自贵州 是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 我曾经在 拥有网络 还有一块报 最后是软通动力外派到 百度工作过 然后 我是一个真实的 非力莫属的粉丝 为此我为非力莫属 生了一个儿子 待会你们可以在PPD里面看到 我来非力莫属的话 是想求这一份 数据挖掘相关的工作 和以加瓦开发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凭什么认为 非力莫属是个女的呢 没理由 没理由 就是她在你的心目当中 非力莫属就是个女人 没有 那要不然你怎么跟她生儿子吗 刚才初看非力莫属的时候 我关注了非力莫属的节目 然后内心就有点想上非力莫属的感觉 再看了多期过后 我就喜欢上非力莫属了 然后再看了四年左右过后 我就爱上非力莫属了 我就爱上非力莫属了 有爱了过后就生了一个儿子 生了一个儿子 她会在PPT里面看的 我就先问一句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成为中国的斯坦福校长 成为中国的斯坦福校长 对 不 你是真的是想创个学校 还是说分校 我想创立一个大学 创立一个中国的斯坦福 让天下没有人获得了人才 那让我们来好好问问吧 你是29 你也不小了 你29怎么长这么嫩呢 心太年轻了 他像十几岁的小孩啊 心太年轻了 你是四川大学 大专学历是吧 是的 你之前是 我这上面写高中 不好好学习 毕业之后 在家打了三年游戏是吧 是啊 你打三年游戏 你想成为斯坦福校长 这因为打多了 才会知道那种不好啊 你说的是游戏学校吗 不 为什么浪费三年 当时沉迷了 沉迷游戏 就沉迷了 拔不出来了 那后来怎么拔出来的呢 因为当时我玩之前 就给我父亲说过 我想去学编程 我有个同学 他也是个 超级 我有个同学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 他去学编程 我也跟他想去 然后呢 我父母不让 那我也不想去找工作 当时才年纪也不大嘛 然后又探完 所以说在家里面玩了三年 父母看到过 感觉实在不行 就说你还是去学编程吧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就是15年毕的业 15年毕业也就是28岁 今年29嘛 也就是28岁之前 没有挣过一分钱 是吧 对 对不对 对 惭愧不 不惭愧那是假的 不惭愧那是假的 这些小伙子 这样说的时候 我感觉到内心还是挺内 这话很实在 不惭愧是假的 那就好好干 我这上面写着 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说他特别厌倦说谎 虽然我们也厌倦说谎 但一个人把这件事 给摘出来说 我很厌倦说谎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读过一本书嘛 哪本书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我的天哪 我也读过这本书 是羊皮卷嘛 对 还有十几年前读的 怎么了 上面说你怎么对世界 世界就对你 如果你经常对别人说谎 那别人也就会对你说谎 对啊 说得很正确 因为我以前也经常说谎 所以说导致进入公司过后 就非常的不好的感觉 各种不好的感觉 内心也找不住 这跟读这本书有啥关系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看《菲林沃斯》 多少年过后 也明白了 你杀过的最大的谎是什么呀 包装简历 啊 包装简历 包装简历 对啊 你今天的简历包装了没有 没 他今天的简历完全没有包装啊 完全没有包装 里面有拼音 有错别字 解决的绝 居然他用了汉语拼音 难道不能查吗 不没写 有上进心写成了有长进心 哎呀 好好好好 不撒谎也挺好的啊 来 刑警资料拿出来 这就是我给《菲林沃斯》的建议 第一次就是建议那个用户反馈机制 为什么有这个建议呢 因为有时候我看了过后 我想给《菲林沃斯》建议 于是我就发给了邮箱 结果得到的是 我们已经收到你的简历了 请你那个 没有说我们收到你的建议了 我们会观看的 我就不知道我的建议有没有用 然后导致了我的感觉就是 下次觉得同样的情况 我都还要发还是不发 我就成了那样的心理 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少年唯特之烦恼 特别像 然后第二个建议就是 那个视频上的打的标签是求职者 然后我觉得求职者都不太好了 要写什么 不写求职者应该写什么 弄成面试选手啊 求职者跟面试选手有什么区别吗 有一个球 一个是球 一个是面试选手吧 悲公屈膝的感觉 他可能感觉 对啊 就像我们是来求工作的 那求爱还叫求呢 怎么就卑躬屈膝了呢 求是需求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的求呢 哦 我想成这个求了 对不对 是吧 什么人内心想什么 就能表现出什么 哦 你跟他往下说 那我就 我就希望出一本书 但是不出也无所谓 我觉得有价值啊 这个格言警句挺好的 这个啊 对啊 这就是我给非你莫属生的儿子啊 你实际有做吗 你有收集非你莫属的格言警句吗 有 有很多的 说两句来听听 说两句 谁说的格言 谁说的鸡汤 拿出来说说 收获的 牛家勇的 牛家勇 对对对 牛家勇曾经他说过 我在威敏斯特一个教堂里面 威敏斯特大教堂 对 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只能改变我 对对对 这个我记下来 那不是他的 那是人家本来国外的名著的 经典与格言 不是他的 我还说过 我自己很经典的名字 对 我帅得一无是处 对 他除了帅一无是处 但是我不好意思写 我除了帅一无是处 我除了帅更无耻 我除了帅一无是处 那太多了 我一下记不清楚 所以说你这个儿子 不是 你生的这个儿子 你自己都不太了解 来来来 后面 我能看他就成长了 还有啥 口号能不能改变这个玩笑话 我们能不能改成 这里是大兴职场招聘 犯教育栏目 嘿嘿 我以后的口播 要改成这个是吧 对啊 那这很有教育意义啊 这里是大兴职场招聘 犯教育栏目 对啊 很有教育意义啊 哎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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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建议 我看了看 来下一页 这是我的终生愿景 预创业经历 让人们能够平等便捷地获取 物有所值的成长福 让全球没有难获得的人才 成为最受人爱戴的互联网企业 不会改变 对 就四大学校是吧 这已经定了 对 这已经定了是吧 一定要干是吧 对 那别面试了回去干呗 曾经尝试过 预创业阶段就尝试过 是吧 对 现在没钱啊 那你今天是要求迟啊 现在急需工作 把面包给赚到手 面包拿来在一起啊 好的 我问一下吧 你今天来应聘的Java开发 除了这个程序设计员之外 其他的工作考虑吗 不考虑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我要求我希望是15k 什么15k 我说底薪不是综合收入啊 底薪不低于多少 10k 一万 底薪不低于一万 是的 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 没有 来 第一轮选择去获得 还有七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猜 张帆的职场色评题 你向老板递交了一份 新的公司管理方案 老板很欣赏 并让你推行新的方案 公司个别老职工 对于你的这套方案 推行进行软抵抗 你将会如何工作 那我就会问他 你为什么对这套方案 要抵抗呢 然后呢 抵抗的原因在哪 把他的抵抗的原因找到 再根据他的原因 来和他沟通 如果沟通不善呢 到最后实在不行 我强去强行方案 强行之行 对 如果你不去我去 你不去我去 来三位老师 这个主要的话 看你的沟通协调能力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一定的sense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觉的 但是同时的话就是说 从你一下台开始 我觉得你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改 你现在可能 别人的这种感觉的话 还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小男生 这个是你一定要改的 尤其是在面试的场所 你还有什么才艺吗 才艺的话就编程 我说你今天 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唱歌 你要想唱歌呢 什么斯坦福之歌啊 什么歌啊 坚持 坚持 给他有点伴奏啊 天上就要下雨了 日子会不会犹豫 稍等你还带原唱的 记着我们唱着歌 稍等稍等 你的音乐还带原唱的吗 对啊 要带着点唱啊 你是要跟着他唱啊 是啊 我怕唱歌 手牵手 迎来阳光 花手鱼 我们也曾回回首 稀曲往事 在与你 行了 行了 差不多了 行了 能打过吗 我想问你 问你一下 我都看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你这个上来展示才艺 完了之后的话 选了一个带原唱的伴奏带 你是多么的懒 不愿意去学这首歌 不愿意你都没背下来 不 我来反驳一下 其实他选的这首歌 可能只有我能理解他 就是说 他这首歌 其实唱着叫做 一个创业者的心境 就是在非常没有人知道 非常孤独的一个情况下 而且是从零开始 去做一个创业 是非常难的 所以呢 他唱的 其实是要唱高潮 就是坚持 不断在坚持的时候 对大家把他打断了 这个也没有关系啊 张芬 为什么 有人理解你是好事啊 但是你是非你莫主 这六年多来 唯一一个带着原唱上台 演唱才艺 而且也是唱得最差的 对那你能不能讲讲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花 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把这首歌背下来 唱会呢 才艺展示是用来加分的 你的目的是 事实上你是减分了呀 本来这首歌 我是打算出台的时候 唱着出来的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想唱 显然你唱歌肯定不好听 对我知道 所以你唱这首歌的意义 是在于要表现 自己的一种心境 对 和一种坚持 是什么目的 哪怕是轻唱 你也应该把它唱出来 即便音调不准 我们可以体现音调当中的一种感情色彩 我再提醒你一点 小孩小的时候光着屁股跑来跑去 那叫可爱 一个年轻人如果再光着屁股跑来跑去 那就叫不靠谱了 你虽然长得可爱 你毕竟29了 你可以偶尔地表现出你的可爱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比如说面试的一些结构上 和一些该付出的地方 请你不要再嬉皮笑脸 那没有任何意义 你已经29 不是9岁 好不好 好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背下来的原因吧 因为我要 因为我对技术是要非常的研究的技术 因为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去研究技术 毕竟技术才是我吃饭的东西 而这首歌仅仅只会唱而已 张刚你引出了正题 那为什么不来直接聊聊技术呢 那就聊呗 前端的技术和后端的技术 加瓦的技术比重比较多 然后最近一直在研究那个 数据相关的 机器学习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看一本机器学习与实战 然后再看它的原码 我看到你去年在用油网络工作过一段时间 离职原因是 压力大伤大脑 你做的是Java工程师 你到你现在应聘的 还是最同样一个职位 那你能告诉我 到哪一家企业去做这Java工程师 不伤大脑吗 压力小吗 没有 整场环节表现的感觉不太好 毕竟应该是我们程序员的 不太会展示自己吧 不太会表达 来 最后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张凡 今天的话我不知道在这一场的话 我们是不是能拿到职位 但是我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是说 无论你的下一段工作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建议你第一做技术 第二的话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长久一点 你必须要有积淀 这样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才会更好 对 好吗 这份工作至少要选择做二到三年以上 你不要去承诺 我只需要你去做 好吗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贺留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来 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满意就满意 不满意就不满意 不是很满意 对谁不满意 我希望的薪酬是10K的 你希望他们加到一万 好 你加吗 我要我的技术总监来再面试你一下 来确定你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工资 因为你过去的经历背景和学历 还不一定完全能满足这个岗位 所以要再经过一次考察 可能一万二 也可能是九千 也可能是六千 甚至是不录用 你给的是程序员的岗位什么 对 程序员 你给的是什么岗位 开发工程师 开发工程师 你愿意加到一万吗 因为整场看到了你的灵气 但是并没有看到你的专业积累 在我们的一掌门公司里面 都是有定价原则的 十万句以上都是两万起 我想如果你真的有才华和本事 进入了这个团队 接受过测试之后 这个加很快会达到你的要求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测试你 所以你对自己 其实过去的工作经历 是要有意识地做积累和做展现的 两位老板之所以给出 你类似于你不太满意的薪酬 在我的判断是因为他们不懂技术 所以需要相关的技术岗位的人 对你进行再则测试 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技术自信的话 也可以获得你心仪的职位 现在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问他们两 有关于这个职位 谁是我的顶头上司 谁是他的顶头上司 来 在我们这里边 就是我们的技术总监 是你的这个顶头上司 但是也不排除 可能把你编到某一个小组 那所以呢 会有一个这个技术大牛 来去带你 以你的经历经验 我相信在这里边 我们的公司里边 任何一个人 其实都能比你经验丰富 尹峰 她的上司是谁 CTO是来源于360 然后可能你的直接上司 来源于金山 好 把另外一时展灯亮起来 有没有新资产 好 把灯都灭了 思考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咖啡之一 医学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医学教育 去吧 我对我的选择还是满意的 现在的话就在公司里面 好好工作着 然后拼命地提升自己的技术 为自己的梦想继续奋斗着 比较爱说话 知情力很强 就是我就做这些事 基本都是想到哪儿 立马就去做 我觉得你能看到的高度 就是你能达到的高度 我来今天来找的 并不是一个实习的工作 我觉得我来找的是一份 能用医生去完成的事业 刘雪峰 男二三岁吉林人 吉林华侨外国语大学 经济学专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刘雪峰 家住在吉林省长春市 现就读于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我在大学期间 成立长春市华盛园培育学校 共服务在校大学生五百余名 累计收入十二万元左右 之后成立长春市 风鸾青年志愿者协会 共有一千五百名志愿者 开展过二十余场 大型的公益活动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销售 活动策划 活动执行 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刘雪峰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但你却是学经济学专业 不是学语言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你自己创办的那个什么 语言培训学校 语言培训学校 是培训什么语言 培训一共有九种语言老师 是那个日语 韩语 德语 法语 西语 阿语 俄语 普语 还有译语 你会哪种 我一种都不会 你一种都不会 你怎么招生呢 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那个 我们学校 因为有的双语学院 是五年制 他们都是学长学姐 我就跟学长学姐 跟他们说 我们有一个语言培训学校 我们来招那个 小语种的兼职老师 之后呢 你可以上门来讲课 之后我就是在我们学校周围 以及其他大学 大一新生 还有是大二的 我们来招 来学习这些课程 你自己都不喜欢外语 你怎么会想到 让外语来挣钱呢 用 因为我觉得 外语在那个时候 就是尤其是日语 韩语 那个时候就是 大家很喜欢 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学生 刚上 他们很喜欢 你咋不喜欢呢 因为我觉得 你就想赚钱 赚了多少钱 一共赚了12万块钱左右 可以啊 多久啊 多长时间赚12万 一共是经营了一年 一年多一点 有多少个老师 多少个学生 老师 老师一共是得有十多个 十多个 有多少学生找到 学生 统共要是一起算的话 应该得五百多个 那学费高吗 学费 还行 不是特别贵 现在还在干着吗 现在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 赚钱为什么不干 是这样的 因为一开始 我是我们学校 大学生创业员的 那个副会长 学校很支持 大学生创业 之后呢 就是 我就使用学校的 基础设置 教室啊 黑板了 粉笔 就这些 完之后呢 学校也挺支持 也就默认了 也不是特别反对 之后就是 但是随着就是经验 时间长了 就是可能就是 人员多了 影响了原先 学校现有的秩序 因为除了我们 学校学生之外 那你就出去办呗 老师也说过 第一就是你出去 租个场地 第二就是别做了 完之后 那个时候就是 我就选择没做 大就有了十二万了 你咋花呀 全都给父母了 真的啊 你这么乖啊 对 真的都交给父母了 没给女朋友花一部分 也花了 也花了 你还真是爱情事业 两不悟 把她的情景资料拿出来 你解读一下 第一张照片呢 是拼图的 是我们那个 所教的课程的一些 那个就是教材的照片 这个是我 志愿者协会 左边是我们在民众局 领的就是法人登记证 还有是机构信用代码 你那张戴墨镜的 那个嘚瑟的 要死那张照片 后面是一堆什么人 是我们的志愿者 老师那个活动 是那个长纯公益 重跑的一个活动 这协会是你成立的吗 是我成立的 你为什么会想着 成立这么一个协会 因为我们学校 就是我们花交外院 就是对这个公益 就是做大学生 做志愿者这一块 做得特别好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校 志愿者部的一个部业 一直跟着 就是受这种文化的影响 而且在这过程中 我相信能认识到 各个这么多优秀的志愿者 他们相信十年 我相信他们现在 就是一个学生 但是他们要是十年之后 他们可能就是各领 某些人就是各领域的 专业人才 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 十年之前 我和刘雨峰 和我会长在长春 我读大学的时候 做公益 他还挺有长远思路的 他不光是做好人好事 还因此认识很多的朋友 看中他们将来的前景 你还是有前瞻性思路的 来 继续 第三章 出来了 哎呀 我的天哪 从来没有人把自己跟女朋友的照片放整版的 就是这个就是 就介绍一下 我觉得一个 算是一个小成功的一个人吧 就是一个小男孩 背后一定有一个小女孩 一直在默默地支持 不是 我就问你为什么要放六张 你不就一张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的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不同角度 不同场景的照片 我觉得就能 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一天拍的吗 不是 那个我想问一下 这是你女朋友的要求 还是你自己主动想让她在电视上去呈现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自己的 他没答应是吧 没跟他说 我跟他说了 他说你愿意要做的话 就是我支持你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对 而且显得一点这个智慧也没有 如果你讲你追求她的六种方法 这也能让我们看到你的头脑 你的策划 我刚好 和你的忧心 他只要发自内心的爱 他放巴掌也可以 你还挺好 我来 我支持浩阳 因为我刚好百度了这个志愿者协会 在这个志愿者会当中专门有一栏 叫会长赴北京学习 然后很多里的照片 就他很喜欢秀是吧 对 太喜欢秀了 对 但是他是真实的干了那些事没有 上面写 在百度百科上确实有 那就干了事 你管他秀不秀吗 对 这也次媒体时代嘛 年轻人有点 有点 有点 那个 虚荣心很正常 关键他干了这事 我从另外一个视角 我要替这个选手说一句话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 家庭背景的调查 属于面试中一部分 就是他即使不放这张照片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 你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家庭 所以 这个孩子放了六张照片 我说实话 不为过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他是以此为豪的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情 有多么的差 大家都评判了这么多 猜了这么多 我倒是想问刘雪峰同学 你展示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说 我觉得 其实说实话 因为我和我对象 一句话 和对象就是有一些渊源 因为他 我很喜欢他 我也很爱他 就是 今天来这 可能有 就是 秀恩爱 有一点秀 秀恩爱的这种嫌疑 80%还一点 对 可是 假公济私 给他讨好 有这个嫌疑 挺好 你能承认我觉得就挺好 挺好 真有 好好 你要求薪资是多少 我要求薪资是 5800 5000 第一轮选择 去活力 好 贴了吧 生活有才 来 把给刘雪峰的 直上色评题拿出来 因为出色地完成了一件 记手的任务 上次向你表示 祝贺 你回答 A 我只不过是做了 我应该做的 这肯定不像 B 必须感谢整个团队 这有点像 C 确实是不容易 D 这些赞扬 使我感到很高兴 你会选哪个 我先把答案先说了 我看他怎么说 以你那种喜欢人静皆知的性格 肯定选第二个 对吧 不敢选了 第几个 直接说就好了 到第几个 随便选一个 我选B 第二个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 你选就选 没你老实意干什么 真的选B啊 真选B 为什么呢 为什么选B 而不选ACD 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那个 专业者协会 因为专业协会 做过这么多活动 我只不过做一个 策划 和执行 或者是招募他们来 咱们参加这次活动 我可能也就做了 五十分之一 但是大多数的事 全都是我们这帮专者 同学们做的 所以说我觉得 应该感谢这个团队 还是团队力量大 但为什么照片里面 只看见了你呢 没有老师 团队好远 看不太清楚 只看见了你 你说团队 你自己好远 在哪那么远 他一个人在前面 这个的确有 你们有选别的答案的吗 我的选择是这样 我可以这么回答 第一先回答 C 确实不容易 第二 D 这些赞美 使我很高兴 你没回答 A 我只不过做了 我应该做的 第四 我必须感谢所有的 这不是排序局 你站了 我觉得这跟这个 这个答题人的能力 和境界有关系 如果你的境界 不只是做好一件事的话 我觉得就选感谢团队 为什么不感谢 自己的女朋友啊 对不对 也感谢 是吧 来 三位老师 这考的是什么 其实他主要的话 站在专业的角度 我跟你讲 这个是考你的 这个行为的方式 还有你自己的这个性格 那其实的话 我们这样的面试啊 其实它是一个压力的面试 所以我们这个题 我觉得出的非常好的原因 是在于是说 它是结合我们所有的 它的表现 这也是为什么 涂雷老师会说 他一定会选择B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更考验 更考验我们今天选手 他的临场应变的能力 但是他最后依然去选择B 我觉得你还是有团队的意识 在这个方面的话 非常的好 所以的话 我今天必须挺你 谢谢老师 我觉得还是讲讲 那个十万的收入的事情 对吧 这个我觉得更 达十万的收入 从南点开始讲起 讲南点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长城市华盛语言培训学校 就是那个 我当时经营的时候 就去招 首先我们没有就是 基本的基础设施的费用 就场地 因为我们使学校的基础资源 然后之后呢 老师给老师的工资 也很不是特别高 很低 之后呢就是 但是老师为什么 每个老师一解课 就是反正多少钱 我就不说 反正很低 然后就为什么他能来呢 我就给他跟他们说 首先第一点 就是咱们是来兼职 首先你在这过程中 无论是再低 也能保证你平时的日常开销 也能够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不用出学校 你就可以兼职 要不然你会花很长时间 去那个 就是去 去花在上班的途中 花很长时间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 那个 我觉得你是从一个 听课者 变成一个受课者 又说流水账 说重要的 老朋友你是做过会长的 你做会长给大家开会 一定有提炼能力 否则你很难 我都很难想象 你的管不这么做人 然后那个 私自力量的成本低 还有什么 十万块 就是上课的 就是费用很高 相对高一点 你怎么引流的呢 就是客户怎么过来的 客户就是我们通过 就是发传单 完之后去寝室 那个走寝室之一 第二就是 那个每个大一的学生 每个学校 基本都上晚自习 我们去上晚自习 去宣传 宣讲 别人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当时竞争怎么样 就是与竞争方面的 就是冲突 我们学校周围 没有就是做语言的 没有就是 没有就是语言 培训这个 那你这样讲 你的能力又体现在哪呢 你看你 你不是挺喜欢拍照的吗 对吧 说明你挺喜欢吹自己的 你懂得怎么吹自己吗 我牛在哪 我这十万块钱 你看我创意多好 是吧 我这个学校设置的多好 对吧 我老师请的多好 你吹自己都不会吹啊 你的特质就是好人嘛 然后有一定执行力 所以你描出来的是一个肯干的小伙子 但是现在大家想听到你的策略 对 你能不能讲出这些能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策略 就干什么事 你是用脑干的 不是用体力干的 其实你刚才有一点 就比如说我给你几个例子 你的定位就很好 你认为周围没有语言培训学校 但可能有别的学校 所以你选择的语言 是吧 那就是在这一个定位的问题 然后你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讲 应该能出来 我也是缺一个提变 好吧 这样吧 明白 我们不再提醒了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你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或者你选择其中一个 第一 综述出自己最大的特质和优势 第二 简明恶药的描述 曾经解决过什么样大的问题 或者是第三 讲述自己最牛的一个案例 都可以 第三个问题 你选择一个 回答 我选择第四个吧 那我拿出了四个 我说了三个好吧 第三个 第三个啊 就说一个案例 就说一个案例 其实我在上场之前 我有一个就是那个策划书 但是可能刚才我就忘了 那我说的一个策划书 是用我们志愿者协会的 一个区别质换物 用区别质换 最终我们换了就是 五千多块钱的市值的 大米白面豆油 这次一共出了是 五十多个志愿者 我们是怎么换的呢 就是直接拿着区别质 我们是为长城市 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去换的 就跟他商 跟商家就是说 我们就是为这孩子们 去换 之后我们会捐出去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有的 有的那个老板 就是不愿意捐 之后 来了那个 我们那个志愿者 就说来 那个就是 媒体来采访了 我这老板立马就换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给我拿上来了 就给我们了 你这么描述啊 就不是不出彩 是出不来的逻辑 你只讲关键的那个逻辑 那个关键点 不是 其实大家应该判断出来 他不是具备 归纳总结型的 管理型人才 他是顶多能做到 实操型的 就从基础卡来 锻炼是有机会的 好吧 既然如此的话 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你刚才说 要求薪酬多少来的 五千 五千 五千要不要调一下 调到四千 他不用调 其实我跟各位 12位boss一样 这个男生一点都不差 只不过是他的表现力 弱了一点 我们仨讨论了半天了 大家好好珍惜 真的 好第二轮选择去货略 还有123456还有6盏灯 来给岗位 我们公司呢 是一个做咨询的公司 那么你可以在虎业营销 由项目助理开始做起 觉得你可以从销售做起 斯凯乐给你大客户销售 或者说加盟拓展的岗位都可以 医学教育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 拓展加盟的连锁事业部 可以给你一个岗位 让你接触到 大客户的这样一个销售 和一个高级的一个沟通 和管理的技巧 那么在这里呢 你可以从拓展专员 一直做到拓展经理 拓展总监 职业发展也不错 那么现在CAPG在新三盘准上 是明年的战略会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招人 现在有很多的储备干部 所以CAPG留的岗位 就是营运储备干部 输出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新出来的 自由异系列的 营运储备干部 未来是做管理干部培养 第二是招商加盟助理 这是一个大销售岗 前期学习 未来战斗 CAPG欢迎你 谢谢 我给你的岗位就是 我们优胜教育集团 这个品牌部的 实习的市场主管 因为我们翠生生 品牌给你的职位呢 就是销售 是你想要的 工作地点呢 在天津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去吧 思花引风 弹琴不善感情 来 请揭晓 来 对这个薪酬 还满意吗 满意 来 把另外一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超过200 260 260 来 把另外一盏灯灭了 来 为什么加到260 这个小伙呢 我觉得后来 我觉得他非常实诚 非常单纯 我觉得他是一个可塑制裁 而且他给自己要的 这个工资啊 价格并不高 其实这个是非常讨 这个老板喜欢的 好 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 让丽总代替 这两位女士当中的 某一位 十秒钟 太残忍了 有什么好残忍的 职场就是这样 给你权利你不选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换 你还残忍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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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是否愿意 让他代替 两位女士当中的某一位 太残忍了 那你换不换 换 这更残忍我告诉你 换哪位 你看 两个都是跟你 微笑着 换哪位呢 换曾老师吧 请曾花 黯然离场 对不起 老师 有请 丽浩阳 荣耀登场 赶快写上去 因为我觉得对他来说 现在学习是最重要的 能够去提升最重要的 在思考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决定 咖啡之一 医学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医学教育 思维能力 可能是在场上吧 也可能是压力很大 可能就是没有组织好自己的逻辑关系 的确是影响了我 因为父母他是那个工人阶级出来的嘛 然后就觉得还是说 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 从基础港做起嘛 然后一到两年吧 争取能自己组织团队 专注做一件事情 只有合适与否 细节决定成败 高兴华男 天津人23岁 东华理工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在场的12位boss 三位人力专家 以及图艾图老师 现场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叫高兴华 是来自天津的一个胖子 2015年本科毕业于 东华理工大学 我用四句话概括我的大学生活 就是成功策划组织 一部自编自导 自演的一部小品 第二就是 大学期间有四年校园乐队的生活 第三就是在学生会的 担任过学生会部长 以及社团会长的职务 第四就是成功策划组织的 六届摇滚音乐节 毕业之后在58同城 任职电话销售一职 16年的5月份 从58离职之后 出于热爱 所以说又系统学习了UI设计 这次来到费尼莫属 带来了三款自己设计的 APP产品 以求得一份产品专员 或者是UI设计的相关岗位 谢谢各位 这是我简历 你刚才说的经理哪都不搭哪 电话销售 产品经理 和所谓的乐队和小品 一个是文化 一个是销售 一个是产品或UI设计 你这三方面的逻辑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文艺法 就是喜欢那种艺术 而且爱好音乐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说 我本科学是地理信息系统的专业 但是对于本专业的话 并不是想从事这类的工作 所以对于职场 刚毕业的职场小白 还是想从销售这类基础岗位 锻炼一个综合的能力 说得通 对 所以我最后选择的是 五八同城的销售岗 然后后来又怎么想做产品经理了呢 就是从五八离职之后 对于我自己的一个职场规划 想是一到三年能 做上产品经理的岗位 但是现在的话 还是想从基础岗做起 也是满足一个 自己的职业规划吧 然后就想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做产品经理 从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对于这产品这方面 就有一定的关注 了点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情景资料 好 谢谢 来 这是我自己设计一款音乐的APP 这款APP的灵感 就是来源于我玩乐队 刚创建初期 能力有限 那么可能对于乐谱这一方面的话 需求的特别大 你这样心华 你这图片能放大吗 这个 因为你是 琼华 首先第一个 你如果我们是你今天的用户 我们完全看不到你的图片 想展示什么 你首先放弃一样东西 UI就别设计了 UI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拥有一个最基本的审美 一个PPT 最后让别人看不清楚 很要命的 来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 非常大计的 下一页也是一样的 这干嘛呢这是 这是UI的大计 也是做PPT的大计 就是一页图上面全是图 等于没写 看不到啊 就像一页纸上全是字一样 等于没写 不是你看得清吗 在家里的话 我是看得清 我在电脑 你在电脑面前 当然看得清 你在这上面哪看得清啊 不是排四到六个 我还能理解 你排了二十个 这跟家里和外面没有关系 这是做UI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其实我想问一下 这个APP是你自己个人 还是你带领团队一起做的 你自己做了什么 这样这个 所有的APP都是我个人来做的 而且但是我只能说一下 这款APP是我跟两个朋友 这是三个人来做的 那么整个团队的组件是由我 然后整个的创意等等 这块都是由我来的 你是哪一部分吗 对 你负责什么 花钱了没有 没有 没有 这都是朋友 你负责 那上线了吗 这个产品上线了没有 核心是网上有没有 网上没有的 因为是这样的 我是把我自己的想法 通过这个APP来展现出来 是这样 具体后面编程 具体还有测试上线这一方面 我没有能力做到 所以说这更多的表现 是一个想法 就你今天展现两个 都有想法是吧 对啊 对啊 来 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还有下一页吗 有的 下一页 下一页 这是我这次来是为咖啡之意设计一款APP 首先功能来讲就是说 包括一个团购 预定房间分享 VIP中心等这类功能 我的创新点是在于我把用户做一个分类 比如说情侣用餐 或者是朋友用餐 还是说家庭聚会 那么对于客户做一分类 商家对于这方面是知道的 那么我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些小的一个布置 这个其实很多公司都在做了 我们做了十万家餐厅的APP和微信公众号 那个大家不选它是因为要减少用户的选择困扰 你只要最核心的用户的信息就可以了 你做这些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就是说预定位置 团购 还有就是说 用户分类 对 然后那个附近餐厅的推荐 还有一个就是说餐饮信息的一个推荐 你核心解决的是用户的痛点 还是说商家痛点 你说清楚 你到底是解决哪一个 我听得很混乱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在原来基础上做了一个提升 具体痛点的话可能没有 那产品经理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什么 产品就是要解决用户痛点的 所以我这么看 我觉得他做不了产品专员 他对产品是一无所谓 先别下这个决定 旁百叶你想说什么 清华你是学地理信息系统的 你为什么不能基于自己的本专业发挥特长 来做与它相关的 比如说LBS基于位置服务 现在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这个 这也是很难寻觅的人才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亮点尽大的发挥出来 好问题你回答一下 是这样 当时就是说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 不喜欢 对 就是因为我对于地理信息系统 基本上一无所知 更多是对于地理的感兴趣 但是我深入学习到这个专业的话 可能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兴趣 你专业课程就怎么样 有挂科但是还OK 还OK 对 就是不出来拔萃 但是也不电影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无论是说UI设计 我们感觉用户界面并不是很清爽 然后如果作为产品经理 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用户 还是商家的痛点 你也搞不清楚 这是一个很大的bug 我来替他说一句话 因为本身的话 其实设计的话 这个互联网的网页的设计 它是有优异和UI 其实优异是这个交互设计 是模型 之后UI的话是视觉设计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展示的东西 其实优异的话是不行的 大家有了很多质疑 因为在这方面 我觉得你还是缺乏一些专业的经验 UI设计的话 我觉得就是从页面本身的话 这个色彩啊 包括你用的图片啊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是可以做一个初级的UI设计师的 反正产品这块 我觉得它的确是缺乏经验 初级的UI设计师可以 在58通城这块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拿到7000块钱 这样的一个薪水的人 大概能在你的业绩小组里面 能排名到底几 是这样 上中下 对上中下 中等 中等有时会偏上 继续做销售可以吗 电话销售 那暂时可能不太 就像做产品设计 你放弃销售的原因 是由于是自己的业绩不好吗 不是 因为是这样 我放弃销售 是因为我长期的发展来讲 我并不是想以后就一辈子做销售 你这样吧 既然你这么执着地想做产品经理 好吧 要不就产品专员吧 你就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产品吧 您具体说是哪 就你自己这个产品 我自己的产品 对对对 就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吧 经验不足能力有限 但是愿意从机场岗位做起 愿意学习 你的产品的优缺点 你不说一下 然后我这个产品的优缺点呢 优点就是在于 热爱 想去专注地去学习 但是缺点就确实是 缺乏经验 你的薪资要求是多少 在北 我的目的是想在北京 募那个薪水 想是底薪 6000左右就可以 6000 对5000到6000都可以 一定要在北京 北京或者天津 第一轮选择去货率 还有实战争 天生我有才 来 这场测评题 如果你按照上级的要求 做了策划 但是后来上级又反过来 指责你做的不对 要求你三天之内重做 你有什么感觉 会怎么办 我会第一感觉就是 它是否上级反应 可能就是说 它的经验 可能会比我更足一些 所以说我会第一反应就是 感觉确实是否 哪做的不恰当 我会先自我 那个检讨一下 反省一下 假如说 如果确实 没有反省 没反省出来 自己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可能就是 跟上级进行一个沟通 跟他 就他告诉我 具体哪做的不好 如果说确实 您说的 那个 没有问题 确实挺 确实非常好 那么我确实可以按照 他的那个想法来做 你们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我觉得他应该先沟通 你已经就是了 老板已经指责 你做的不对了 肯定是你理解 他的东西有问题了 有偏差 你首先要知道 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想要什么 他要什么 你给什么 就先沟通 沟通我觉得会有 两种情况 就是上级指责 你做的不对 一种情况 是领导的要求 你没有充分理解 你可能理解错了 另外一种 是领导变要求了 因为这种情况 也经常见 领导今天说 我想这么做 明日领导改主意了 说我想那么做 所以的话 你要充分地沟通 去理解领导的需求 另外一点的话 我再提一点 我觉得有些时候 你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给领导提一些建议 提一些创意 所以想在领导前面 看看怎么样 能够把它做得更好 在沟通的基础上 再提一些建议 之后的话 好好总结 想怎么做 再去重新做 来 三位专家 这道题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新华 这道题测试的是 你向上管理的 一道场景题 那么会首先考察 你的理解能力 你的沟通能力 执行能力 那么我们不能说 老板是完全正确的 但至少在一个team里面 一个组织里面 老板是有试错的权利的 他也许让你执行 这项任务的时候 没有完全想好 但是我们的任务是 要跟他先沟通 全部沟通好之后 我们迅速去达成 他想要的那个结果 但是在我们做的过程中 也许他的想法 又有递进了 那我们迅速地去适应 去应对 他回答的结果怎么样 他还是有 有一定这方面的素质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 据你们现在的观察 他刚才 UI设计似乎不得力 产品经理又找不到痛点 他现在该怎么办 新华是一个适合干个四平八稳的活的 这种 但他偏偏要出格 他搞乐队 他唱个小品 对吧 爱好和工作方向是两回事 一定要分清 这一点倒说到了实在 一定要分清 你作为一个有想法的胖子 你自称为有想法的胖子 那你觉得 你什么方面能够做得比别人更优秀 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你觉得做哪件事 你能做得比别人强 我觉得是这样 那么当我就是 想认准 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来讲 我的专注 肯定是 这是我最 我感觉我是最核心 就是一个 说结果 你曾经哪件事干的就比别人弱 你鼓敲都比别人好吗 在说法里还可以 还可以 对 销品是偶尔一次 对 销售是中等 产品设计和UI设计是兴趣 对于像高兴华这样的求职者 我的中心建议是 挑出一个 你认为最靠谱 同时最有热情的想法 把一个想法先执行到底 而不是同时去设想很多想法 无法落地 这样吧 我们来听老板自己的选择 老板自己认为 他适合什么岗位 你才决定是否留灯 好吗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两盏灯 来 我们就接近 谈钱不上感谢 来 请揭晓 说下你们的岗位 就是我们优胜网校 UI设计师的助理 UI设计师助理 你呢 我其实支持你转行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 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在优异和产品方面 你的确是缺乏经验 但是我是觉得 你是可以做一个初级的 UI设计师的 所以优慢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初级的UI设计师的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说出来你就是兴趣广泛 意义多而不专 我突然说 我想说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 其实他身上 让我看到了很多 代表生活会有一个问题 两个 第一个 现在很多人 像我想做什么 第二是我能做什么 我真的很好的建议 就是希望大家 先能把我能做什么做好 你才能获得 你想要做什么 或者你才能去干 你想要做什么那件事情 而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都 一直在强调 我想要干嘛 我想要什么 我想做什么 只能说明你有梦想 对 我能做什么 才说明你有自知之明 你要先有自知之明才行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对 但是其实我认为 最重要的还是 你应该干什么 这很重要 好吧 把另外十点灯亮 有没有 好 把灯都灭了 思考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优慢集团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选优慢集团 对吧 在台上的话 确实有很多准备地方 可能准备不足 还有表达不清等等 毕竟能力不足 经验有限 在希望就是说 在之后的工作当中 多多学习 多多锻炼自己 非尼莫属 由港容真蛋糕 独家怪兵播出 港容真蛋糕 非尼莫属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报名非尼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非尼莫属的全评 2010H126.com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